早期客家先民从中港溪出海口西岸的中港登陆 然后沿着中港溪 由下游的头粪将生活空间扩展至中游的山湾 及上游的南庄地带 渐次形成了客庄聚落 无形间也与土地建构出一种族群互动 人文、产业、水利或自然风貌等多重因素下产生的旧地名 所以希望透过老地名起义的方式 让年轻一辈的客家子弟了解先民曾经走过的足迹 重新联系起人与溪流、土地 历史间的互动情感 为客家文化注入一股新生命 说到头粪由来 与客家开墾过程相关 据说在西元1751年 广东人林洪、吴永中等约200人 率先带领宗族飘洋过海来此开墾 当时他们以抓究方式决定个人开墾区域 抓到第一号者即为头粪 后来沿用为地名 至于中港西出海口 中港的地名由来 说法有两种 一是昔日先民渡海来台 认为中港位在台湾西北海岸线中心而命名 另一说是移民汉人 认为中港位于淡水港和鹿子港间 所以称为中港 盘桃庄是汉人出零此地 看见平埔族妇女口寒烟斗 坐于荷欢树下 悠然自得 取为翻婆庄 后改称盘桃庄 钓神牌 其因外倾待一场闽客泄斗 蜻蜓蜓胁迫交出关键人物黄其英 否则屠杀黄姓族人 族人害怕就将家中加神牌 悬掉山中树上逃逸 此后变称钓神牌 其他还有因地理 生活产生的地名 如土牛 萤蛙沟堆土 作为汉帆界线 河背早期开墾东兴一带田园 在河霸之背 斗焕坪 是早年汉人与人住民 以物异物的地方 另外龙恩寺 牛兰杜寺 西新坝 与水利设施相关 石谷 为早期预计投资 张脑开采的股数 有石谷之意 与客庄开墾有关 三弯厢的三弯 则因中港溪河床连接的第三个弯 石头山 乃山形酷似石头 由李圣仪 与祭拜山神石所命名 浮桥 早年跨越溪流的简易便桥 溪水高涨时便浮于水面之上 龙恩顶 位于长行山脉 及客家人所称龙脉之顶 其他如山丘顶东 山棱县更 小高原坪 河街地利 盆地湖 游水溪谷坑 小山谷窝地等命名 与地理景茂相关 内湾游水投屋 提堂贝三湾游 和水利设施有关 田尾游来 是当年黄岐英率领族人 所唾肯的田地 直到此地为止 蔡堂下 源自黄岐英 三十六岁时 返回唐山原乡 邀约黄龙英来台开墾 屯营 则因民兵爱勇 在此屯营 以上地名 都与客庄拓墾 与原住民互动的历史有关 至于皮堂尾 大南普尊 水龙等 就与水利设施相关 经过老地名起源的巡探中 发现了许多有趣的地方 像是头粪镇的鸡心坝 原是灌溉头粪与竹南的水利设施 但许多人却误以为 它的地形像鸡心 其实就名为西心坝 只因在口耳相传中 出现了声音上的误差 久之就被叫为鸡心坝 所以在了解地名的缘由后 是否对当地的印象更加深刻呢 一些人在老一辈口中 或是街头巷尾间反复出现的老地名 或许已经与以往不同 加上时间流泻 见被人们遗忘 老地名的逝去 是不可抗拒的社会规律 但如果能够借由老地名 回忆到当初的地缘事迹 应有助于文化与地方的寻根溯源 此以后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